除了耶利哥城之外,艾成也是一个问题 除了耶利哥之外,根据约书瓦记的技术 以色列一样攻打过艾成一个地方 耶和华吩咐约书瓦说 你向艾成伸出手里的短窗,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 约书瓦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窗,他一伸手 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 艾成的人回头一看 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无力向左向右逃跑 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 约书瓦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 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艾成的人 同样,有三段时期,学者对发掘艾成很有兴趣 首先有John Garstang 他说找到很多Late Bronze Age的物品 但现在已经不见了,只有说字 后来有一个叫Judith Krauss的人 他是一个Garstang的学生 不过他的学生也不同意John Garstang的发言 另外最近期Joseph Calloway 是一个American Southam Baptist的minister 根据他的发现 他说有两段时期 艾成是有Occupation 即是有人住在这里 首先是Early Bronze Age 就是在公元前3000至2500年左右 约书瓦记之前一千年 那段时间就有人住 之后一直都没什么人住 还有Iron Age 1 Early Bronze Age 这里有个照片 就是他们在那里发现 这些可能就是Early Bronze Age的遺跡 根据他的发现 Early Bronze Age 他又说在那段时期的确是有一个城市 有一个城市是有墙的 不过去到2500年公元前 就没有了 去到Middle Bronze Age Late Bronze Age 都完全没有人住在那里 是有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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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个小镇 之后 之后就没有人住在那里 就拯救了 这也是会对 若书瓦记 这就是构成另一个问题 因为在那段时间根本 即是在约书瓦记 那段时间根据考古学的发现 根本那段时间根本 没有城市 没有城市在那里 为什么要说到很难攻 然后又说好像 杀很多人 所以不论是艾成和耶利哥成 我认为 以我所知 都是在考古学上 会对 若书瓦记 所说的事件 构成一些挑战 如果有人问一些 知识的人 如果是挑战 圣经历史性的 我觉得这两个 是最辣的例子 将来有机会再说 让她的相当 优优独播剧场—— 任本轻学